大家好,我叫王琪 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我今年16岁 虽然我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外面的世界 就像我爹的那些千只鹤 一样是五彩缤纷的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小群 能够感化更多的人 让他们能够快乐起来 请欣赏一号作品《一米阳光》 喂 喂 哎呦,宝贝她爸呀 宝贝今天还是不想去上学 你不用回来 我有办法 我刚才去给她买了个车膜 我吓我哄哄她 下午看她去不去 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好 宝贝啊,快出来 躺猫,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我们家这孩子啊 她又把周路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 哎,这个李阿姨啊 我这一天都忙成什么样了 这一点忙也帮不上 我这钱算白花了 阿姨 你吓我一跳 你,这,你,你这孩子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我是李阿姨的女儿 那,你在这干嘛呀 我在这儿得清纸喝 哎,这是李阿姨 你是这,这孩子来了 她也不打个招呼 阿姨,是宝贝说要听我唱歌 我妈妈才让我来的 呦,你还挺会撒谎的啊 哎,我们家宝贝她都不认识你 怎么听你唱歌啊 我没撒谎 阿姨,是妈妈说宝贝要听我唱歌 她才去上学 所以我才来的 我们家宝贝听你唱歌 她就去上学了 真的阿姨 不信我唱给你听 山风牵一笑 好山沉润歌后 行了行了行了啊 阿姨这儿还忙着呢 哎呀,我说宝贝啊 你快出来看看 妈妈给你买个吃博了 哎哟,哎呀,这,这,这 我的水晶托帆 这,这谁弄碎的呀 哎哟,这是你阿姨 行,碎就碎了吧 阿姨,水晶托帆是宝贝摔坏的 地人是宝贝弄脏的 小姑娘 你说我花钱请你妈妈来 就是为了照顾我家宝贝的,对吧 那你说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你妈妈是不是得负点责任啊 明明就是宝贝弄的 为什么还要怪别人呢 我们家宝贝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你说她怎么能负责任呢 行了,我要跟你也说不明白 李阿姨啊,李阿姨 李阿姨 送宝贝上学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妈妈送宝贝上学去了 我家宝贝愿意自己上学去了 嗯 这也太好了 这比阿姨还挺有办法的啊 小姑娘 要不以后你经常到阿姨家来唱歌吧 好不好 那不行 我怎么在家陪奶奶 哎呦 你就来吧 这阿姨 阿姨给你妈妈找工资 哎 阿姨 你不是说我妈妈连这点忙都帮不上吗 哎呦 你这孩子 你还挺记仇的呀 哈哈哈哈 阿姨 其实我觉得宝贝挺可爱的 可是她为什么不愿意去上学呢 学校多好啊 是啊 这个阿姨也没想明白 那学校这么好 你怎么没去上学啊 我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 什么 你 你的眼睛看不见 嗯 从我生病以后我就看不见了 可我刚才没觉得你看不见呢 这李阿姨也没跟我说她有一个残疾的女儿 我妈妈从来都不把我当做残疾人 对 你妈妈跟我说过她有一个又聪明又可爱的女儿 嘿嘿 对 就是我 那 那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陈希 陈希 那你知道陈希的意思吗 知道 陈希就是早上的太阳 嗯 对 陈希啊 就是早上的太阳 嗯 来 陈希 慢一点 坐 哦 对了阿姨 这是宝贝临走前叫我交给你的 宝贝给我的 嗯 妈妈我讨厌你多嘴多舌的来管我 我烦透你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这孩子啊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这 你说我那么疼的 你说他要什么我没给他买啊 他就是气我 他就是故意气我 他就是故意气我 阿姨 别难过 阿姨 宝贝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呀 阿姨不该叫他起床 我不该让他去上学 我不该阻止他跟老师撒谎 我更不应该不让他去玩游戏 阿姨 你生病了 生病 阿姨没病 那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应该叫宝贝起床 叫宝贝去上学 叫宝贝不能撒谎 叫宝贝不能玩游戏机呀 他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们家宝贝从一生下来我就哄着他 我哄着他吃 哄着他穿 哄着他睡 你说 我哪一点不游着他呀 我就这么哄着他 他还是恨我呢 我从来都不要我妈妈哄 该起床时我自己就挤了 该吃饭时我自己就吃了 我还自己洗衣服呢 而且妈妈告诉我 撒谎是最不好的了 所以我从来都不撒谎 陈希 你真的一点都看不见吗 嗯 可我怎么觉得 什么都能看清楚呢 妈妈 来 陈希啊 来来来来 小心点啊 我们坐这儿 陈希啊 以后你就经常到阿姨家来玩吧 可我除了陪奶奶 我还得学习呢 学习 你这样子怎么学习啊 我的老师可多了 隔壁上大学的千千姐姐 楼上当医生的小康叔叔 还有我的朋友春华和婷婷 他们都会来教我 那 那你学会什么了 写诗 写诗 你 你还会写诗 嗯 阿姨 你看 这是我用盲文写的 献给妈妈的诗 我的妈妈 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她的爱 有如春天的暖阳 每一天都照亮了我 给我温暖 我的妈妈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 她用她辛劳的双手 带给我幸福 带给我希望 你很爱你的妈妈 当然 没有妈妈 就没有我 有时候 我真希望有谁能送给我一米阳光 哪怕 只是一小会儿 那你打算 用这一米阳光 做些什么呢 我就想看看 看看我亲爱的妈妈的脸 看看我的好妈妈 到底长得什么样 陈希 你真是你妈妈的好宝贝 不 妈妈才是我的宝贝 阿姨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这是我爹的签纸贺 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我又要一双翅翅膀 一双天使的翅膀 带我去飞翅膀 带我去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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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 阳光 对于一个看不见的孩子 是那么的珍贵 她看不见光亮 但是在她的心中 却充满着阳光 这阳光 温暖了我 快乐 快点 太棒了